大家明明很多专家学者 病理学家告诉你 防疫这个防止这个预防禽流感 在台湾蔓延的关键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你临收钱不知道 请你去请教一下猿鸟协会嘛 因为猴鸟都有固定的路径 猴鸟固定的路径 不能跟这些家庭的养殖场的 养殖位置重叠嘛 否则它掉下来的糞便 就很容易把整个家庭场给污染了 就传染就散播开 结果你今天不是 你说哎呀我们大家冬天都不要来养鸭 都不要来养家庭 我觉得你可以下台 虽然你还没有上台 但是对于你这种防治观念 你还可以做挪委会主委吗 难怪你去了宜兰 宜兰第一任的时候说 哎呀我这个农舍大建 建的这个户数呢 是已经过去十五年的一半 几乎一半的户数 到了第二任的时候 我们要从来如流 不能这样子 我们农舍就要蔓延了 结果呢 没有破例嘛 地方反弹之下 马上就把你的这个上面的 主要在办这件事情的观念 马上让它走进去 今天晚上西点 全民夜问 一起来打拳